位于长沙市内的邋遢粉店 因为读音相近 常被食客们戏称为邋遢粉店 在港时间超过40年的老板 欧阳正兴也从一线退下 取而代之的是90后女儿杨毅掌门 所以掌烧人发生了变化 店纸也经历了几度更换 但熟悉的味道 总会将念旧的食客们聚拢于此 近日 接着来到店内时 杨毅正在后厨忙着为顾客准备米粉 做碗 下粉 盖码 短短几分钟 一碗冒着热气的胶脆学绿红米粉 就呈现在食客面前 很多初来扎到的食客不大明白 菜马单上罗列的各种胶脆是什么 这也正是这家粉店的秘密武器 我个顶着的 跟着马车的 比如说有时候正在这里 有些马车配到交车 配携的横 携的横 交车的 就是有爪财了 有松子了 有仙谷了 和携的横走起来 就提升了 给它分离 来店内品尝过焦碎系列米粉的食客 都对其赞不绝口 我就觉得它这个雪梨红做的比较脆色 然后还有它这些香料都特别好 就是可复合这种男人的口味 就比较中口 每天早上 杨逸总会去附近的菜场挑选当日需要的食材 记者在语气判断中得知 大雪毕业后 她在一家商场做活动策划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 自己也通过努力 做到了部门主管的位置 但与之相对的是 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 2019年4月 原本位于长沙市乡村路上的腊铒粉店 因租金问题搬到目前所在的长沙市火炬西路旁 杨逸也在此期间辞去了商场的工作 全心全意打理自己从父亲手里接手的粉店 从信念装修设计到开业后日常的食材料理 杨逸都是店内最忙碌的那一个 为了方便老顾客来店内用餐 她将营业时间从此前的深夜档 调整为了全天后营业 熬通宵对这个90后姑娘来说 也是家常便饭 我把就经常跟我说 我们的这个店子呢 有很大的一个特色 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是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或者是把他们当朋友样的 然后爸爸就跟我说 跟这些人打交道 你就要知道他的习惯 他的爱好 这样他就觉得 他在你这个店里 就是他是有分量的 然后你是很在意他这个顾客的 在谈到日后的打算时 杨逸告诉记者 这么做至少可以为家人减轻负担 店子能一直开下去 也就不离遗憾了 他们开了几十年的店子 包括是从我爷爷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想突然有一天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 能不能把这个店子开好 开下去 但是至少我有在尝试 有在努力嘛 想把它做好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发行李宗盛 中文字幕发行李宗盛 字幕发行李宗盛 人类统签 先关注 写 庭